今天是2022年的3月28号 你们还记得今天是什么 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反正我是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Will Smith得奖了 然后打了这个主持 因为那个主持开了老婆光头的玩笑 一点都不好玩玩笑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讲电影呢 因为 因为这个 达纳 这个当年 当年要拒绝 红地毯自拍 只安排摄影师咔嚓咔嚓拍的人 当年要拒绝了Netflix 今天他要拥抱 TikTok 短视频 接着鬼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 你说奥斯卡我能理解 都是奥斯卡都是很明显的商业电影 都是娱乐型的 但是像柏林 像这个威尼斯 像嘎那电影展 他们一直都是引以为傲的 这种艺术政治人文 选择了去跟TikTok合作 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 这个整一个的 在视频里面的一个变化 就应该说 整一个的商业形态 或商业变形的方式变的时候 打那拥抱短视频也是必然的 高大上的这种艺术 如果离开了这商业变形 它也很难持续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这样在中国一些小众的电影 其实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那从我们跨境电商的角度看 既然打那拥抱了这种TikTok 那我们该用过TikTok了 那你现在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独立在从大媒体的买的流量很贵 炒高了 现在TikTok可以算法跟推荐 可以社交媒体免费推荐 你就是故意混淆了一个话题 你流量还是来自第三方的 你不是来自自己的 来了也没问题 买也没问题 你得把它沉淀下来 你不沉淀下来 你不就是反复的从一个规范的平台 跳到另外一个规范平台 你不断的在追逐一个叫合规成本 或者是均匀成本 更加低的这种摄像吗 当然这没问题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模型 只是说当所有人这么想的时候 内卷不就很近了吗